翻開閉測 學生開心合照 充滿求學回憶 高中三年的點點滴滴 全濃縮在這閉測裡 但現在卻被爆出桃園 某私立高職的組長 因為學生嫌閉測太貴 沒錢購買 竟詛咒對方 全家死光光 女學生先是到學務處 和組長表明自己 沒有想買閉測的意願 但組長卻拿女學生的鞋子 做文章 直至鞋子都比閉測貴了 為什麼不買 女學生覺得很納悶 閉測怎麼能跟鞋子比 強調鞋子每天都在穿 但閉測實在用不到 想都沒想到 組長竟然這樣回他 老师竟然以全家死光光為賭注 要求學生買閉測 讓他相當傻眼 委屈發文 畢業建策1500元沒有人買 竟然有辦法將費用縮到700塊 老實說還是不便宜 學務處組長指著我的鞋都不指這個價錢 我靠我賺的錢買有什麼不對嗎 只因為沒有購買意願就揍我全家死光光嗎 我們今年700塊是有畢業紀念冊的費用 以及他學生搬起團體照的部分 還有沙龍照的部分以及大頭照部分都含瓜在裡面 校方表示避測包含團體照沙龍照 還有500多頁的內文700塊其實並不貴 當然也不會強行要求學生一定要買 而教務處組長和學生之間的對話也只是開玩笑 確實有些不妥 但目前老師也已經向當事人道竊 並取得對方的諒解 借劉展宋香林 桃園報導